词曲 李宗盛 《荣经》第八分第二段 在第一段我们讲到福德的因果 也提到世间的福德 跟初世间的福德 福德还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分类 就是我们布施有福德 布施的方式有财布施 法布施 无谓布施 财布施就是钱财 或者是其他物质方面的 比如说医药 衣服 建设道场 这些属于财布施 法布施主要是师父们 跟大家讲佛法 直到禅修 这属于法布施 所以居士财布施 互持出家师父修行 出家师父法布施 来互念大众居士修行 这个就是自利利他 第三个叫做无谓施 无谓施就是施无谓 谓就是畏惧 无谓施就是解除其他人的畏惧 让人家不要恐怖 也就是安慰啦 鼓励啦 通常是用言语 或者是其他的非物质的方式 来让他人能够安心 这些是属于无谓施 所以我们知道布施或者修福德 不只限于用物质的方式 可以用言语 可以用心念 可以用行动 好 那有人会说 这金刚经为什么老是讲福德呢 三十二分里面讲了至少有五六七八四 然后讲福德 所以学佛不是不应该执着福德吗 我就不执着福德 那我布施供养也不需要别人知道 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呢 我们再仔细的探究一下 什么叫做不执着福德 我觉得你太执着福德了 捐了一点钱 捐了一些钱 就需要大家都来称赞你 哎呀 我不做这种事情 这样子 表面上这个道理是对的 但是会不会是 又其实有另外一种执着 就是 我很执着 别人要知道 我不执着 是不是 哎 我不执着福德 哎 你好执着福德 那是不是 其实我可能已经在执着 不要福德 执着 我要让人家知道 我不执着 所以这空性 无我是很细微的 第六分就讲了 不着法相 不着非法相 我不执着福德 我不执着福德 可是我不知不觉 今天执着了 我不要福德 或者我 要别人知道 我不要福德 这是不是一种非法相 的一种执着 是不是 所以空性的道理 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反省 任何一点的执着 不管是坏的执着 好的执着 都是背离了空性 也就是还是会有可能让我们产生烦恼 那所以呢 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不失的因果 福德的因果 我们虽然不要执着福德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因缘果报 我们需要直接知道这些因缘果报的道理 不能对于这道理茫然无知 不过因为说我不执着福德 那我修了善法就没有福德 不是的 我修了善法 福德还是会来 那来了之后 我执不执着 是我自己的事情 是我自己的修行 但是我不能不知道这个因果 尤其是我要行菩萨道度众生的话 我必须要知道这些善恶因果的道理 OK 所以在大制度论的布施波罗蜜 这一个主题里面 他就非常详细的分析了 很多很多福德布施的善恶因果 各种不同类型的布施 以及最后怎么样从布施到达三文体空的布施波罗蜜 达到一种无违法的无量功德 OK 好 那现在我们要来谈一谈福德性 须不提说嘛 是福德即会福德性 什么是福德性 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福德 就是一种福气 一种幸福 一种在人生当中让我觉得欢喜 我会想要的 或者是一种舒适的 这些成为一种福气 成为一种福德 OK 那这些福德的性质是怎么样呢 我们需要探究一下 所以上次提到过 世间的福德也不外乎就是什么 钱财啦 健康啦 美貌啦 家庭啊 好的家庭啊 好的工作啊 好的房子啊 居家的环境啊 一时不忧啊 等等等等 这些 那这些福德 这些果报 它的性质是什么 它第一个 它能够持久吗 第二个 它是纯粹是一种福报吗 它纯粹是能够带给我们快乐的吗 欢喜的吗 还是不一定 也就是这些我们一般是称为福德的东西 好的东西 有福气的东西的事情 它真的纯粹是福德吗 答案是不见得吧 有利有弊 对不对 所以首先我们知道 不管是钱财也好 健康也好 这些呢 都是不长久的 所以说千金善尽还复来 对不对 李白呢 做了这首诗 千金善去还复来 这个是从一个积极面讲的 反正我钱丢了 还是会回来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千金得来呢 还复去 还复散 我钱赚来了 不晓得什么意愿可能又散掉了 有一些外在内在的因缘呢 就散掉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它不长久 得复失事而复得 而且呢 你要取得这些福德 往往需要费很大的精力 很大的功夫 很大的 投入很多的时间 但是 可能一眨眼间 这福德就没有了 是不是 我们人生的经验 是不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要看清楚 这些福德 它的性质 它的福德性 不长久 那也不一定纯粹是福德 为什么 福德能不能招来祸害 祸害能不能招来福德 答案是可以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家都听过赛翁失马的故事 这老翁呢 他的马跑了 这是失去了一个福德 但是老翁呢 他就心很平静 这个不见得是坏事 过了几天呢 这个跑掉的马 又带了另一匹马回来了 所以呢 这失而复得 而且还加倍了 那所以祸也能招 也有可能带来福 那所以呢 他的邻居就跑来恭喜他 哎呀 你这个人真福气啊 但是呢 老人就说 这个是福吗 是祸吗 其实还不一定哦 果然过了几天呢 他的孩子 他的儿子呢 就去锻炼那匹 降伏那匹野马 结果呢 摔断了腿 那你说 这福是不是能招来祸 那所以我们看 我们的人生 很多事情 是不是 也有发生过 在我们自己身上 或者身边的人身上 福 带来祸 或者祸 带来福 所以既然如此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观察到的一个 现实 真实的现象 那所以我们能说 是福的 是纯粹福德性吗 还是说 是福的 极非福德性 也就是 我们认为的福德 它 不是纯粹的福德 那至于说 福能不能招 祸 祸能不能招 福 这里面的关键在哪里呢 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 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子 所以 如果你思考一下 大概就会知道 至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 我的心 是不是 善于运用这种福德 那福气来了 大福报来了 我赚了 我一下子成为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 我自己 有没有这个智慧 去处理这样的福德 如果处理不好 就变成祸害 所以老子也说 福兮祸所福 祸兮福所饮 福兮祸所福 其实 当你有很大的福德的时候 你不知道 没有警觉到 那个祸已经隐藏了 起来 已经隐藏在那里了 它的种子可能已经开始了 OK 就像我们讲 老爸 老妈 父母 辛辛苦苦 白手起家 成为大富 大富人家 那么 这个孩子 生下来 就是拿着金汤匙 硬汤匙 所以 他没有经历过 这一种 父母的辛苦 那就开始挥霍无度的话 这富二代 结果就变成一事五成 甚至把这价材挥霍带尽 那你的孩子变成这样子 是不是跟这个福也有关系 还是跟我的心念 有没有去善于运用这个福来教导我的孩子 这个就是福西祸所福 祸兮福所以 祸兮福所以 也就是说 当我有灾难的时候 当我有障碍困难的时候 其实你如果能够学会的 去认真的 好好的 善用因缘的去处理它 解决它 你增长了智慧 增长了经验 这个智慧跟经验 就是你未来的福气所依靠的地方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福跟祸都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好 那刚刚讲的呢 主要是属于世间的福德 那如果是出世间的福德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出世间的福德也是纯粹的福德吗 所以譬如说我们现在 跟以前比起来 现在要听闻佛法容易多了 你随便上网去 就可以找到很多 或者是至少在台湾 你到处都有寺院 那很多地方呢 都有讲经说法 那比起 就是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五十年前 才仅仅几十年前 六七十年前 就有我们在中国的一位高僧大德 他想要找一本 楞严经都找不到 他还得呢 走很长一段路 到一个寺院里面 住在那边 然后呢 每天晚上抄经 把他抄一份copy 抄一份 复制一份过来 可能还是用毛笔抄的 这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所以现在比起来 我们好像是很大的福报 这佛经呢 随便手指头动一动 就看得到了 但是问题是 这个福 是不是纯粹的福呢 它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呢 有的 很多人呢 对佛法呢 就没有那么认真的去研读 当你千辛万苦找到一本佛经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日以继夜 很认真的去研读它 想要去了解它 但是当到处都是佛经的时候 你这边看一看 那边看一看 结果呢 没有一本经把它深入的看懂 是不是 所以呢 就算是出世间的福报 我能够看到佛经 我能够有道场 可以去 有师父 可以去跟他学习 我还不一定这么在乎呢 这师父有 以前呢 没有机会听到这位师父上课 现在呢 师父一下子开了三门课 结果呢 哎呀 算了 这个太多了 我没这么多时间 对不对 好 这也是一种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 我很努力修行 我得到禅定了 或者是我研究之物经 有了心得了 我把它看懂了 然后呢 就不知不觉产生一种 我慢心出来 我慢心就是 嗯 我很厉害 你们呢 都都都都 你们没有禅定 没有 没有智慧 这 这样子 这样就是造恶业了 这样子呢 这个福 你精进修行 带来的这种 这种成果 反而让你呢 开始造恶业 这就是 福西 祸 所福 对不对 那 啊 另外一种呢 就是 我因为有了一些些的成就 修行有了一些些成就 我就产生了真上慢 所谓真上慢 就是 哎 我得到了一些禅定 我误以为我开悟了 我这部经呢 看懂了 我误以为呢 我所有经都能看懂 当我 对于自己的修行 产生一种慢心的时候 我不知道 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学的 还有很高的层次 我还没达到 那这样子 我以为已经达到更高的层次 就障碍我未来的修行 我就不需要再去努力了 这叫做真上慢 这也是因为修行有成就 而可能产生的一种祸害 好 所以这些呢 都是一些例子 大家可以想一想 其他的例子 初世间的福德 是不是纯粹的福德 也不是 也不是 那譬如说呢 我们到一个道场 到一个寺院 到一个经社 去学佛 结果呢 久而久之发现 怎么这道场里面的居室 彼此也在 也有小团体啊 也有在讲是非啊 有没有这种情形 可能会有 为什么一个修行的团体 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呢 其实很正常 为什么没有 当然会有 当然会有 为什么会没有 为什么 因为是人嘛 有人的团体 就会有是非啊 为什么呢 因为 不是每一个人 都正到空性了 是不是 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正到空性 每一个人都无我 那肯定还是会有是非 不管是慈善团体 修行的团体 或者是 这个 黑手党的团体 肯定都会有这些 所以大家了解 这是很正常的 那所谓 欺负到空性无我 是你看到这些现象 你能够真正的无所挂碍 知道 人性嘛 大家都还在努力 大家都还在休息 我呢 就是百花丛里过 片叶不沾身 不要 我不被他沾染 我被他影响 是这个意思 我还是自己的 看到每一个人的优点 看到他的缺点 好 知道了 我不被他影响 看到他的优点 我跟他学习 这样子呢 在 这个团体里面呢 你就是可以 一直不断的提升 对不对 好 所以 福德呢 他的善跟恶 他的好与坏 是不定的 是不定的 那我们再从 第二个角度来看 就是福德的变异性 福德的变异性 也就是福德会变 福德呢 他是多是少 会变 所以啊 福德多 还是福德少 这也是第八分 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对不对 记得小时候 15小时候呢 在台湾长大 那时候 六七岁 七八岁 八九岁的时候 几十年前了 一百块钱的台币啊 就是已经 不知道该怎么花的 这种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金额了 当然从来也没有 也也也没有过一百块钱台币 就是你零用钱就三块钱 五块钱 了不起十块钱红包 然后过年过节 一堆红包就马上被父母收走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一百块钱 在那个时候 大概一美金换四十块台币啊 现在好像是三十块台币 好 当然物价呢 也便宜 那时候呢 小时候跟朋友出去 跟邻居出去玩 吃一碗米粉汤 也就是三块钱 一碗甜不辣 看一个电影 也就是几块钱而已 吃一个 吃一个麦芽糖 一两块钱 然后呢 我们怎么玩呢 有什么玩具呢 其实 那时候大家也没什么玩具 每天到了下午 大家放学了 我们就小朋友就出来了 附近的小朋友跑出来玩 在地上 就拿那个红砖头 在地上画一画 画一个叫做 过五官啊 一个S型夺宝啊 这种 就是用砖头画一画 在地上画出一些形状 我们就可以玩个一个下午 十几二十个小朋友 玩得不亦乐乎 一毛钱都不花 好 所以现在回过头去看 这个 是一种福报 相比较起来 现代来说 你随便买一个玩具 就要 多少钱啊 对不对 前阵子 是我看到一位 居士 他的孩子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很大的 这鸡木做的玩具 是一个星际大战的一个飞船 就是一个做一个模型 把他用鸡木把它拼起来 一千多块鸡木 结果呢 要一两百块钱 美金 哇 这个是很 对我们从小是怎么玩的 那个感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好 所以 就这个福德 可以用金钱来计算吗 你不能用金钱来计算 也许呢 一个人觉得 哎呦 这两百块钱买一个玩具 好像很贵 可是对他来说 他 得到很多的乐趣 那这个是他的福报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福德性 什么算是福德多 什么算是福德少 这我们也知道 时间也会有变化 经过环境呢 也会有变化 对人呢 也会有变化 好 那另外一个呢 什么是福德多 什么是福德少 物以稀为贵 物以稀为贵 对不对 稀少的东西 我们就觉得多了 所以你看大自然呢 有金啊 有银啊 有铜啊 铁锡啊 什么的 好 这些东西本身有什么价值 它本身的价值是多少 其实也没什么价值 好 但是呢 物以稀为贵 或者说 它的光泽 让我们人类觉得好 那它就变成贵重的东西了 好 你像这珍珠嘛 珍珠是长在贝壳里面 对于这个贝壳来说 对于这个贝壳这个生物来说 那个珍珠是一个讨厌的东西 好像我身里面长一个瘤 为什么 因为砂石进来 我很不舒服 我的肉软软的很不舒服 所以就分泌这些东西出来 把它包起来 是为了保护自己 但是你希望身里面有这么一个疙瘩吗 所以对它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但是我们人看了 哇 珍珠很漂亮 它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这样子的价值 你有了多少珍珠 一个珍珠项链 有这个福报 这个福报是多是少 现在呢 很多人喜欢喝咖啡 这咖啡 上等的极品的咖啡 可能一小袋呢 就蛮贵的 可是你如果到这个 所谓极品咖啡的原产地 就是当地的农夫在种着咖啡豆的 他们一大袋 可能一美金 真的 然后呢 辗转经过多少手的时候 到了一个开发国家 一个好的商场 一小袋咖啡 一百块美金 差个几百倍 所以呢 这个是多是少 也是不定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黄帝呢 什么都有了 他什么都不稀罕 左边看 右边看 全部都是金 金 贵重的东西 他一点都不稀罕 对一个人来说 一个普通人来说 一点点 一个东西 他就可以把玩好久 所以呢 佛异教经也说 知主之人 虽卧地上有为安乐 不知主者 虽卧天堂 亦不称义 不知主者 虽富而贵 以知主之人 虽贫而贵 这里面就讲到了 福德性 知主之人 虽贫而贵 不知主者 虽富而贵 这就讲到 一针尖血 就讲到了 福德性 是不是 多少 多少 一个是外在的因缘改变了 是多是少 今天这个东西很稀有 刚刚被发掘出来 可是呢 大家就抢着药 可是呢 过了二十年三十年 这个东西可以被复制 很容易被复制出来了 到处都是不稀奇了 不稀奇了 它的价值就降下来了 一个是外在的环境 一个是内在的心态 内在的心态 对不对 我重视这个 他就是 我就有这个 就是 拥有这个 就很大的福报 比如说 你追女朋友 追了好几年 追到了 你真是天上最幸福的人 结婚三年之后 有一点腻了 就觉得 黄领婆 那之前那个福报 现在呢 就可能不是福报了 它的价值就已经不一样了 也有可能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在佛法来分析这些现象 就有所谓的三甲 因成甲 相续甲 对待甲 因成甲 就是因缘所成就 而形成这个现象 你以为是实有的 譬如说 一部车子 就是因成甲 你以为这个车子 是一个东西 是我的 我的宝贝车子 那其实它就是 千千百百个物件 组合起来的 就是因成甲 没有一个东西 叫做车子 你的身体也是 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身体 这也是因成甲 那相续甲 相续甲 相续不断 看起来 似乎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那譬如说 我们看电影 电影上 男主角 女主角 怎么样看的 你很感动 稀里哗啦的 泪如雨下 事实上 荧幕上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些光 相续 相似相续 让你产生了 有这么一个东西 在那边的一个现象 我们身体也是相续甲 那外面的动物植物什么 其实也都是相续甲 它的身体 对不对 对待甲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福德 它的多少 是跟比较而来的 比较而来的 就是对待甲 然后 所以 它本身的价值 其实 没有什么所谓的 本身的价值可说 所以 什么东西的福德 是多是少 七宝 七宝的福德 是多是少 所以我们大家想一想 大家回想一下 小时候到现在 有没有哪一件事情 或者哪一个东西 你小时候很稀奇的 很想要的 你觉得拥有它 就是很大的福报 等到你现在长大了 再回过头去看 哎呀 那个没什么 不稀奇 一点都不稀奇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举例子出来 再另外呢 就是 你现在身边 有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事情 你就是你的 你日常生活环境上 就有一个很普通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它能够在你身边 其实是很大很大一个福报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或者事情 或者物品 OK 所以帮助我们了解福德性 那所以呢 我们总结一下呢 其实我们所要讲的就是福德 是空性 空性不是没有 空性 随着因缘而改变 随着时间而改变 随着比较 对立而改变 随着外在的环境而改变 随着内在的看法而改变 这个呢 就是空性 所以福德性 不一定好 不一定坏 也许能够福可以招来更多的福 也许福呢 能够招来更多的祸 什么是福招来更多的福呢 今天我有福报来 读佛经来上 佛法的课程 这是一种福报 我认真学习 然后对于金刚经有了更深的体会 得到这个金刚经的智慧 我可以开始应用在生活上的层层面面 我这个福报就更大了 甚至于呢 就像第八分所讲的 受词读诵 为他人说 这福报比七宝 布施满三千大千世界来布施 还要大 这个福报 从能够有听课 读经 这样一个福德 转化成为能够懂得空性 解脱烦恼 甚至度人成佛 这样子一个不可思议的一种功德 一种福德 无量的福德 所以呢 这也是这一份我要讲的道理 好 那我们呢 来 闭上眼睛 复习一下 这一段师父所讲的道理 我们是在探讨福德的性质 一个是世间的福德 钱财也好 健康也好 美貌也好 等等 工作也好 这些性质真的是 是 就是纯粹是福德吗 比如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薪水也非常好 结果呢 你的代价就是我必须一天花16个小时在这工作上面 家人都顾不了了 孩子也没时间陪他玩了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世间的所有福德 它的福德性 都不一定是 不能说绝对是好是坏 那出世间的福德 也是相似的 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第二呢 我们就讲到福德的多与少 它是变化不定的 从比较而来的 也会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以及内在的认知所改变 那你能不能举例来说明这些道理 好 那我们下一段继续呢 就要解释 是福德 极非福德性 是故人来说福德多 为什么福德极非福德性 就是福德是空性 所以可以说福德多 这又是什么意思 好 向下文长 福带来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